我们继续讲解基础班的课程 咱们看一下第一章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这一章是咱们考试中的重点章节 在前演中我们说过 前两章所得税的分值呢 近三年中已经占到了90多分左右 而且我们第一章的企业所得税 它能命制各种题型 也就是说单选呀多选呀 甚至是主关题呀都可能会命制到 它可能会单独出题 也可能会结合出题 尤其体现在呢如果是出大题上 那么是会混合出题的 混合哪些税种来出题呢 会混合这税法一中的附加税 以及税法一中的房产税 和这个印花税混合去出题 为什么这几个税种会结合出题呢 因为咱们后面会讲到 第一章的企业所得税 它在算这个净所得的时候 能够减掉税金及附加 这个税金及附加中 包括哪些呀 包括什么附加税 房产税 樱花税 车船税 城镇土地熊税 它都是可以减掉的 所以说那些小税种的计算 它不光影响到那一章的这个分数 还可能影响到企业所得税的最终结果 好 那么对于咱们第一章的这个学习的建议呢 是要求大家先搭建本章的总体框架 然后呢 我们再来梳理知识点的内容层次 最后呢 我们再来补充细节性的知识 它的要求是 当我们拿到第一章的这个教材 活到书 课件的时候 不要直接开始往下学 要先干嘛 看它的目录 从目录中 咱们得知道下本章的总体框架 就我们第一章来说 咱得知道下 它一共包括着多少节 每一节讲什么内容 每一节的下面中讲哪些大考点 大考点中 又包括着哪些小的考点 这个是我们说 从大到小学的一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本章在今年它的教材的主要变化 这个主要的变化 体现在三个方面 有些东西呢 是教材删除的 而有些东西是教材新增的 还有些东西呢 是教材做了一些调整的 考试重点关注什么呀 逢新必考 新增必考 所以大家重点关注下 教材中新增的 和那些调整的内容 这提示一下啊 有同学可能在咱们 这个新课程开始之前呢 已经在学了 但是 你学的可能是我们的 旧的课件 旧的教材 那这个情况下要干嘛呀 要注意一下 对咱们的学习的东西 做一个调整 你要知道下 你学的那些东西中 哪些已经是失效的 咱得更正下 你学的那些东西中 哪些是删除的 咱就不再去做复习了 另外是 哪些东西 你没有学过 那这个就是我们教材中 新增的东西 得把它给加上去 好 有关咱们今年教材的 这个主要变化 这些文字标题呢 我就不再去念了 等我们讲到这个基础班的 知识点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一个深入的讲解 我们来看一下 本章它的基本结构框架和它的主要内容 这个就是跟大家说到的 拿到第一章之后 先干嘛 先看它的目录 我们第一章 第一章的企业所得税 它一共是包括着几节 大家看一下 一共是包括着11节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每一节讲哪些东西 第一节是概述 概述讲什么 概述讲到企业所得税的概念 企业所得税的净税原理 以及各个国家对企业所得税 它征税的一般性做法 那第四个呢 是我们国家企业所得税的制度演变 而第五部分是企业所得税的作用 这个整个第一节概述中 重点的部分只是写两个 咱得知道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企业所得税 它有什么样的净税的原理 好 那么第二节呢 第二节是纳税义务人 征税对象和它的税率 这个第二节是咱们的重点章节 它会讲到三个内容 分别是讲到谁交企业所得税 再者 它的征税对象是什么 如果它交税的话 它的税负是多少 是25% 还是20% 或者是15% 甚至是最低的10% 另外是第三节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那么不用说了 第三节呢 一定是咱们的重中之重 为什么 什么叫做应纳税所得额 它是咱们计算企业所得税 税额的税机 也就是说 它的计税依据呢 就是应纳税所得额 所以说 如果它的计税依据咱就不知道 那么这个所得税能算出来吗 不可以 我们看一下 第三节这个税机的计算 会涉及到六个方面 第一个是收入总额 第二个 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第三项呢 其他收入情形的所得是处理 第四项 扣除原则和范围 第五项 不能扣除的项目 第六项是亏损的异补 什么意思 其实大家根据标题能够知道 怎么算咱们的应纳税所得额 它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这儿的应纳税所得额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就是一个净所得的概念 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企业赚到钱了 赚到多少钱 它取得收入一百万 但是它最终 并不能直接按照 一百万乘百分之二十五 来交所得税 为什么 一百万只是它的收入 并不是它的净所得 那咱得算一下 净所得是多少 而什么叫做净所得呢 就是你的收入 减掉它的代价 不就是你的净所得吗 什么是代价 我这家公司 为了赚到一百万的收入 所付出的成本 咱就称之为代价 那么我的代价包括什么 包括那些扣除的项目 这个扣除的项目 有些是我的成本 有些是费用 有些是税金 有些是损失 还有些叫做其他的兜底条款 所以说 收入减代价 就是你的净所得 就是你的应那税所得额 就是你所得税的 自己税的一句 再者啊 就是我们说收入 一家公司中存在着很多种收入 但是呢 有的收入征税 有的收入呢 是免税的 什么叫做免税 这个收入不用计算 缴纳所得税 它称之为免税 好 另外是我们说第六项 亏损的弥补 什么是亏损呀 一家公司 它不会说年年都赚钱 如果它当年没有赚钱 它是负的状态 它是亏损状态 那么它当年呢 是不必缴纳所得税的 但它当年亏的这个数字 咋办 它不能说亏了就亏了 它亏的这个数字 能够在以后的时间段之内去截准弥补 这个就叫做亏损的弥补 所以现在我们能大概知道 第三节是围绕着净所得的计算去讲解的 第四节呢 资产的所得是处理 一家公司 它存在着很多种资产 哪些资产 有固定资产 双物资产 无形资产等等 那么这些资产都会讲到什么事情 会讲到 当你得到一个资产的时候 你得干嘛 你得算一下 你得到这个资产的价值是多少 这个叫做 确定该资产的计税基础 再接着 你得到这个资产的时候呢 你是花了钱的 你花的钱就是你的代价 而我们说过 代价 在你再算这个净所得的时候 能把它给减掉 所以咱得知道一下 你当初取得这个资产的代价 到底是多少 而现在 我们再算净所得的时候 让你减的代价又是多少 那么这个代价 咱称之为 计算折旧 或者叫做呢 计算弹销 这个咱们后面会说到啊 因为你像是一些资产 它本身价值比较大 如果你在开始呢 就把这个价值 直接都给减掉 那可能导致该家公司 很多年的状态 都是亏损的 它可能导致该家公司 很多年呢 都是可以不用缴纳所得税的 这个情况下导致 国家税出收入产生影响了 所以咋办呀 它叫做 你当初得到这个资产的代价 我让你减 但是我不是让你呢 一次性把它给减掉的 我让你呢 一点一点的分期把它给减掉 这个分期的方法 如果是固定资产 它叫做计算折旧 如果是无形资产呢 它叫做计算摊销 好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前三项 固定资产 生物资产 无形资产的税务处理 第四种 长期待摊费用的税务处理 什么意思啊 一个支出 这个支出国家认可 它让我减掉 但它减的方式叫做 一年以上的方式 那么这个叫做呢 长期待摊费用 你看 摊 摊说的是摊销 意思是说 你这个费用呢 国家认可 但是我们叫做 一点一点的在税前扣除 那么分多少时间呢 长期 这个周期比较长 通常是呢 一年以上 再者 第五种 存货的税务处理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另外是第六项 投资资产的税务处理 我们说 一个投资资产 存在成本 这个成本能在税前扣除吗 可以 但是 你在持有该资产的时间段之内 是不能减掉的 为什么 你还在持有它的时间过程中 是没有收入的 如果没有收入 那么和它相关的代价 就不能减 但如果以后 你把该资产卖掉 卖掉就产生收入了 那么与它相关的成本呢 就可以在税前扣除了 好 第七种叫做 税法规定和 会计规定差异的处理 咱们简称为呢 税快差异 什么意思啊 一个业务 会计的规定和税法的规定 可能是不一致的 这个情况下就产生了 税快差异 那咋办呢 咱们现在学的是税 所以叫做 按照税法的规定呢 来做调整 所以啊 咱们就出现一个新概念 叫做纳税调整 什么是纳税调整 在 快计利润的基础之上 去做调增和调减 这个叫做 纳税调整 而调整的方向 有可能是调增 有可能是调减 这个是后话了 咱们以后再说 好 第五节 资产损失 税前扣除的 所得税处理 这个是说 资产发生损失了 那么这个损失 能在税前扣除 但是呢 它有它的扣除的规定 它包括哪些 会讲到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资产损失 如果资产发生损失了 它有什么样的扣除政策 再者 如果它能扣除 它存在什么样的 扣除管理的规定 你像咱们的扣除 通常情况下 一个资产发生损失了 能在税前扣的是它的净损失 而什么是净损失 你说你损失 一百万 你这个东西丢了 账面成本一百万 但不是说 我直接把这个一百万呢 给减掉 为什么 可能你曾经买过保险 而现在呢 东西丢了 人家保险公司赔了钱 或者呢 这个东西是某位员工弄丢的 给它赔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保险公司的赔款要减掉 再者 责任人的赔偿也是可以减掉的 所以说 我们能在税前扣的只是它的净损失 并不是它实际的涨面成本 再者 如果你扣这个损失 它到底是叫做 清单申报在税前扣除 还是叫做专项申报在税前扣除 这些概念啊 现在大家听的可能是比较懵的 但是我们现在 是一个大框架的过程 所以说 懵没有关系 重点是要熟悉相关的 这个文字的术语 好 另外是第六节 企业重组的所得事处理 这一件是比较的难的 它会讲到 重组的概念 什么叫做重组 通常来说 什么资产合并 这个股权收购 它们都叫做是一些重组 再者 如果发生企业重组了 有什么样的税务方面的处理方法呢 这个处理方法 既包括一般性的处理方法 也包括特殊性的处理方法 后面咱们会讲到 一般 一般在哪 特殊 特殊在哪 什么情况下用一般的 什么情况下用特殊的 第四种 是股权资产的滑转 第五项呢 是叫财中新增的 它讲的是 基础设施 瑞子试点税收的政策 这儿啊 咱们就简单理解为瑞子 瑞子它的一些税收的政策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节 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务的所得税处理 有一家公司比较特殊 这个行业就叫做房地产开发企业 对他们来说 咱们要掌握一下 什么叫做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务 如果是该业务的话 它的收入怎么处理 它的成本 它的费用扣除 又该怎么处理 再者呢 是计税成本的核算方法 以及特定事项的税务处理 这个第七节 咱们就理解为特殊行业 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相关的所得税处理 另外是第八节 税收的优惠政策 什么叫做税收优惠 在税收着这个地方 给你相关的一些优惠的力度 我们说 如果是优惠的话 就可能导致我们最终的所得税少交了 或者呢 导致咱们最终的所得税 直接都不交了 那这个就取决自 优惠的力度够不够大 看一下 它的这个优惠的政策 包括着十二大项 有 免税收入 免征和减征优惠 它是在说 什么样的收入 直接可以不交税 什么样的项目 什么样的所得 直接是可以减掉的 这个减可能是减半 就比如说 本来是100 但现在呢 只是交50 第三种 高新技术企业 它的优惠政策 它到底是25%的税率呀 还是说15%的税率 另外第四种 小型威力企业 它的优惠政策 它到底是享受税率的优惠 还是享受优纳税 所得的优惠 比如说 该企业它的这个税率 都是20% 第五种呢 加级扣除优惠 什么是加级扣除 有些支出 有些代价 国家是双重认证的 像咱们后面会讲到 一家公司 它有这个残疾职工 那么它支付给这个残疾职工的工资 是可以加级扣除100%的 什么意思呀 如果说 我们相关的这个残疾职工的工资 我们块字上减的是100 但税法说了 我让你加级扣除100%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在算该企业的净所得的时候 我减的工资不是减100 而是减掉200 对不对 200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先减掉本来的100 再减掉呢 税法上给予的100%的 加级扣除的优惠 所以合计呢 咱能减的工资就是200 第六项 创投企业优惠 这个会讲到 我们特定的行业 它可能会按照投资额的多少 去抵它的英纳税所得额 那么这个叫做 创投企业的优惠 第七种呢 加速折旧优惠 这说到了折旧 大家还记得 咱们在前面讲过 资产的所得税处理中 有一种是叫做 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 你得到一个资产啦 可能你当初得到它 所花的这个代价呢 是2000万 对吧 那么这个2000万的数字太大了 人家不让你一次性 把这2000万都减掉 因为如果一次性减掉这2000万 可能导致该家公司 很多年的所得都是负数状态 都是亏损状态 就导致该家公司 很多年呢 不交所得税 就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税收收入 那咋办呢 它让你减这个代价 但不是让你一次性减掉 它让你分期 一点一点的减掉 这个叫做呢 算折旧在涉嫌扣除 但是我们说 算折旧怎么算呢 可能我们说 不考虑这个净残值 时间是10年 那么就意味着 2000万的代价 去除10年 你每年扣的这个折旧呢 是200万 这个是当年 让你在涉嫌扣的一个金额 对不对 这个叫做 分期算折旧在涉嫌扣除 但是啊 有的资产 它可能本身更新的快 本身呢 换得快 可能不到10年时间 这个东西就报废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还让我按照10年 一点一点扣它的代价 就不公平了 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叫做 加速折旧 扣除它的这个代价 什么意思啊 可能你这个是10年 现在呢 我不让你分10年 在涉嫌扣除 我让你分7年 在涉嫌扣除 那这个不就导致我们当年 扣的这个折旧 是超过这儿的200的吗 所以这个也叫做 一个税收的优惠政策 另外第八个 减击收入优惠 你这家公司 你赚到收入100万 但最终呢 让你按照90% 进入到收入总额 所以最终 收入就不再是100万了 而变成了90万 另外是第九个 境内的税额抵免优惠 有些情况下会说 让你按照投资额的多少 去抵他的税额 这个叫做呢 境内税额抵免 这看清楚 抵免的是他的税 不是抵他的应纳税所得额 这儿啊 后面会讲到 第六项和这个第九项 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另外第十项 非居民企业的优惠 一家非居民企业 它存在什么样的优惠 首先 它的某些所得是免税的 再者呢 它的某些所得是低税率10%的 另外是第11和第12 这个政策比较的特殊 通常会讲到 N免N减半的政策 就可能是 什么前三年所得是免税的 后三年的所得是减半征税的 这个是叫做N免N减半的优惠 好 再来看一下第九节 应纳税额的计算 本身的话 这个应纳税额的计算是比较重要的 但实际上 当你的应纳税所得的计算能出来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税额 它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 应纳税额本身很重要 但是 影响到它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是应纳税所得额 咱们在第几节中 第三节中 所以说 第三节和这个第九节 相对来说 谁更加重要 是第三节 如果第三节学得不好 那这个地方的第九节 它的税到底是多少 也是会出错的 看一下第九节包括哪些 包括居民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 也包括境外所得抵扣税额的计算 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境外所得抵扣税额呢 一个居民企业 它在中国会赚到钱 也会在国外赚到钱 它在中国赚到的钱 要在中国交那所得税 但是呢 它在国外赚到的钱 也得在中国交那所得税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家居民企业 它是富有无限纳税义务的 但是你想想 它在人家国家赚到所得了 要在我们国家交税 同时 它在人家国家赚到钱了 还得在人家国家也交所得税呀 那么就意味着 同样的一个所得 在人家国家交税 在我们国家也交税 这个叫做重复征税了 那咋办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有了这儿的 境外所得抵扣税额的基算 什么意思 你赚到的该项所得 在人家国家交纳的所得税中 被我们国家认可的部分 我让你给减掉 这个就叫做境外所得抵扣税额的基算 但不是说 你在人家国家交的所得税 我都让你减掉 我说的是 你在人家国家交的税中 我们国家认可的部分 我才让你减掉 而到底认可多少呢 那就得知道一下 你这个所得 如果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 它应该叫多少 如果你在人家国家交多了 那你想想 你交多的部分 我们国家认可吗 我认可 但反过来 你在人家国家交的税交少了 那这个叫做 回到我们国家是要补税的 所以它叫做多交税不退 但是少交税呢 要回到我们国家来补 好 第三种是居民企业核定征收应拿税额的计算 这个讲到一个计算方法叫做核定征收 咱们的征收方式通常都是查账征收 但是呢 有的情况下是核定征收的 什么情况下核定征收啊 你像有的情况下可能说收入不知道 也可能是成本不知道 那这个情况下只能说核定征收 而我们这儿的一和二 它都讲的是查证征收 第三个讲的是核定征收 如果是核定征收 咱得知道 什么情况下核定征收 如果核定征收 怎么来核定征收 再者什么样的行业 一定是不能够去核定征收的 再来看一下第十节特别纳税调整 这一节呢是比较偏的 它包括着九大项 第一种特别纳税调整的概念 什么叫做特别纳税调整 你看纳税调整嘛 如果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 那可能导致说要去做一个纳税调整 也就是说 可能你发生一些不合理的情形 导致国家认为呀 你可能会少交税 在这个情况下要去做一些调整 它简称为特别纳税调整 再者呢是关联申报管理 你这家公司存在着很多的关联方 很多的关联企业 那么你跟它之间发生哪些事 对这个事呢做一些申报 第三种同期资料管理 相关的资料要提供 什么主体文档呀 这个本地文档呀 特殊文档呀 咱得提供一下 第四种 预约定价安排 第五种 成本分摊协议管理 第六 受控大国企业管理 第七 资本弱化管理 第八 特别纳税调整 监控管理 第九呢 一般反币税管理 这整个第十节 咱们在基础班中 再做详细的介绍 好 第十一节 中收管理 中收管理包括十个方面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 咱们的前三项和第十个 前三项分别是 纳税地点 纳税期限 和纳税申报 它是在讲呢 你这个企业所得税 你到底要在什么时间段之内 交上去 它包括这 你什么时间预交税款 你什么时间会算轻缴 再者呢 你要在什么时间之内 把它交上去 以及在什么地方去交 好 另外是第十部分 清算的所得税处理 像这个第四到第九 是比较边缘化的规定 咱们就做一些简单的了解 但是啊 这个地方中 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第七个 第七个是 企业政策性搬迁 它的所得税管理 就是我们说企业搬迁了 为什么搬迁呢 因为公共利益 在国家的着导之下 做搬迁 那么这个叫做政策性搬迁 如果说 有这个政策性搬迁 会涉及到搬迁所得的计算 搬迁所得怎么计算啊 搬迁收入减搬迁支出 就是它的搬迁所得 这个所得 可能是一个证数 可能是一个负数 如果证数叫做搬迁所得 要按照规定呢 缴纳所得税 如果是负数 它叫做搬迁损失 那么这个损失又该怎么做处理 再者 搬迁收入中包括哪些 不包括哪些 搬迁支出中包括哪些 不包括哪些 好 整个第一章 它的这个基本结构框架 和主要的内容呢 咱们通过目录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接下去呢 咱就开始学正式的内容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节 概述 概述包括四方面 会讲到概念 计税原理 各国征税的一般性做法 以及呢 它的作用 重点在哪 重点在前两个 企业所得税的概念 和它的计税原理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企业所得税的概念 怎先用自己的理解去想一想 什么叫做企业所得税 所得是所得税 赚到所得奖纳的税种 称之为所得税 那么赚到所得 谁赚到所得 如果是企业赚到所得 它所缴纳的所得税 我们称之为企业所得税 但如果说 个人赚到所得呢 这个叫的就是 我们第二章会讲到的 个人所得税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理解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官方的这个介绍 什么是叫做企业所得税呢 它是指 对我国境内的企业 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它的生产经营所得 和其他所得 所征收的所得税 这个定义是比较饱满的 它告诉我们 第一章的企业所得税 它归属的性质叫做 所得税的性质 再者 它的征税对象包括谁 它的这个主体包括谁 首先 它的纳税人 包括企业 还包括着其他 取得收入的组织 咱理解为 企业和组织 都叫做那纳税人 他们什么性质啊 都叫做法人主体 所以这看清楚 如果对方的性质 叫做法人主体的 他赚到的所得 就叫做是企业所得税 另外是 他什么样的所得 要交所得税呢 包括着 生产经营所得 和其他所得 你看这儿 就告诉我们 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 有两大类 一个是叫做生产经营所得 一个是叫做其他所得 这个其他所得中 其实还可以做一个分类 包括什么呀 包括着清算所得 还包括着其他所得 所以说 它包括着三大类 有生产经营所得 有清算所得 还有呢 其他所得 这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生产经营所得 一家企业赚到钱了 它通过什么方式会赚钱呢 可能它是卖东西赚钱了 可能它是提供劳务赚钱了 可能是做投资赚到钱了 这些都是叫做它的生产经营所得 再者 如果一家公司做破产清算了 那么这个清算期间的所得 也得缴纳所得税 这个是叫做清算所得 所以说 一个是正常的生产活动赚到的钱 一个是非正常的生产活动 所赚到的钱 但不管什么样的所得 都是这儿的征税对象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企业所得税的净税原理 这个净税原理中会讲到它的特点和它的结论 本身这儿的特点和结论呢 不单独出考题 但是 它影响到我们后面所得税的学习 我们看一下 企业所得税存在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 通常以净所得为它的征税对象 这三个字很重要 净所得是它的征税对象 净所得是它的继税依据 什么叫做净所得 在前面咱们讲到过的 赚到收入100万 我能说100万乘25%来叫所得税吗 不可以 应该叫做100万的收入 减掉代价之后才是它的净所得 对不对 再者 你这100万减代价是净所得 咱给净所得取一个官方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叫做应纳税所得额 而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就是它的继税依据 意思是说 我将来是按照100万的收入 减代价之后 去挣25%的税率来算它的所得税 100万是收入减代价 那一般减代价是什么 是净所得 净所得也叫做什么 也叫做应纳税所得 应纳税所得又叫什么 又叫做企业所得税的减税依据 好 这儿的应纳税所得怎么得来的 是通过计算而得出的 怎么计算的 收入减代价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特点 纳税人和这个实际负担人 通常是一致的 因而呢 能够直接调节纳税人的所得 什么叫做纳税人 什么叫做实际的负担人 什么叫做他俩是一致的 大家想想啊 一个企业 他赚到钱了 应该交税 那么他就是纳税人 他假设应该交税100万 这100万的税是从哪来的 是从他的自己的钱包中掏出去的 所以就意味着 他既是纳税人 也是该税种的实际负担人 你看他俩是同一个人 这个就叫做通常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说 会不会存在着他俩不是一致的呢 有些税种中他俩是不一致的 像大家税法医中会学到的消费税 如果是消费税的话 纳税人和这个负担人并不是同一个人 什么意思呀 你说这个高档化妆品的生产企业 他销售高档化妆品呢 给到对方 那么这个销售方是纳税人 但真正的负担人并不是纳税人 而是他的购买方 这个大家可能有点懵 等到你们学完税法医的消费税之后就知道了 就是咱们得知道一下 什么叫做表面上的纳税人 什么叫做真正实际的负担人 如果说单看我来说 我是该税种的纳税人 但这个税款呢 又不是从我的钱包中掏出去的 那么就意味着 我并不是该税种的实际负担人 好 另外说我们看一下 企业所得税计税原理中的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呢 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纳税所得额而非收入 什么意思呀 所得税的计税依据 它的税基是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也叫做净所得 它是怎么计算的 100减代价 那么意味着收入100 并不是它的计税依据 对不对 好 另外第二个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它会涉及到纳税人的收入 成本 费用 税金 损失和其他支出等等各个方面 是所得税计税依据的计算 较为复杂 它就告诉我们 你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你不是通过计算得出的吗 那么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是100减代价 而这个代价又包括什么 这个代价包括着成本 费用 税金 损失和其他 所以现在啊 咱们把它整合一下 它是在说 收入100减代价 是它的应纳税所得额 是它的这个净所得额 而这个代价 就包括着成本 费用 税金 损失 和这个其他 所以现在我们整个合起来 它就变成了 100的收入 减成本 减费用 减税金 减损失 减其他支差 就是它的净所得 就是它的应纳税所得额 将来呢 它以它们的支差 去成25%的税率 就是该公司 应该缴纳的所得税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部分 各个国家 对企业所得税 征税的一般性做法 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就比较下 四个相关的税法要素 首先是第一个税法要素 那是义务人 在这个要素上 每个国家 在规定上 大致是相同的 它都是在说 只对呢 法人企业 和其他的组织中税 如果说你是非法人组织 你赚的所得 缴纳的就是 个人所得税 但如果是法人组织 赚的所得 它交的就是 企业所得税 第二个税法要素 税基 也叫做呢 计税依据 各国的所得税啊 它都是以利润 都是以呢 应纳税所得额 为它的计时依据的 都不是说 用收入来算它的 所得税 再者 各个国家 在这个设计上 哪不同呢 不同点体现在 资产这个折旧方法 和损失处理上 是不同的 当然 到底怎么个不同 不用大家去理解 考试不考 第三个要素呢 税率 税率结构 它包括比例税率 和这个累进税率 但我们国家 只有一个 就是比例税率 什么是比例税率 以百分比表示的 就称之为比例税率 像我们讲到的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 它都是百分比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 企业所得税的 四档比例 水路 我们再来看一下 税收的优惠 包括这直接 减免税政策 包括间接优惠 什么是间接优惠 税收的抵免 税收的豁免 和这个加速折旧 另外是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 这个所得税的优惠 包括哪些呀 非常多 大抵包括着 免税的 减税的 加急扣除的 加速折旧 减济收入 税额低免等等 它是比较多的 好 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企业所得税的作用 作用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个 促进企业改善金管活动 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 第二个作用 调节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个 为国家建设 筹集财政资金 这个说的是什么呀 我们说税收 它存在着首要职能 它的首要职能是干嘛 就是筹集财政收入 好 这儿的三个作用 大家做简单理解 那么第一节的概述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 下节课我们讲下第二节 纳税义务人 征税对象与税率 同样资金 incr幅人 的 seben就是 要职场 侍